前几天解放全新期间重卡解放这一期刚刚上市,而我们的二期东风也不甘示弱,这不全新田龙KL亮相了,全新的外观设计风格,前脸主要体现在车灯的变化,整体设计非常极具现代化。 KL字符很醒目,象征着它存在的异议,熏黑大灯看起来十分运动和概念,搭配神灰色车身显得格外帅气,车身侧面和线款改变不大,车门把手进行了全新设计,整个侧面依旧充满线条感,内饰设计只能说是中规中矩,跟它大哥旗舰相比还是有点差距的,更别说刚刚上市的解放这一期了。 方向盘为多功能方向盘,集成定速巡航,蓝牙电话,音量控制等操作,提高驾驶安全性和便捷性,电动可调节后视镜应该算是目前中高端重卡的标配了,沃尔沃更是可以加热后视镜,做到了轿车才拥有的豪华感。